这个臭本呢一次寄过来两颗桂花 它说它是洗根换土了 然后呢光开花不长叶寄给咱了 咱打开瞧一瞧 有的话问桂花怎么一样 其实桂花呢 当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地摘 它需要良好的光照 你像十里桂花香 各个像粪钢 你要给粪啊 这不都正在长叶子吗 你看光开花不长叶 这不就长了叶子吗 开花花在长叶子 不一个道理吗 你现在你急着啥呀 你寄过来又伤元气了 长叶了这位花友 已经复苏了 已经很好了 你非得着急 它春天呢就这样 光开花不长叶子 正在长叶子了 就是你太心急了 拿出去晒太阳啊这个时期 有的话说 你洗根换土以后 不是说不晒太阳吗 是不要强光暴晒 不是说不晒太阳 这个呢嫁接的 以流苏为根基 流苏是非常好活的一个东西 明白了吧 没必要洗根换土 你既然洗根换土了 咱就咱也就不说什么了 没毛病啊 就是你太心急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把植物的一个月 当成你的一天 就很好理解了 明白了吗 浇的水还很多 它没有叶子的时候 别浇很多的水 等干了就浇 不干你就不浇 控制着点 你要控制不住了 时间长了 它就烂根 烂根以后不更麻烦吗 花呦 不要用特别大的花盆 差不多大就可以了 这个花盆大小差不多大 我在用我的土 再重新种起来就OK了 老花一的通用配方土 直接种 没别的技巧啊 你这个就需要耐心啊 现在 这个时期光照给足 这温度也复苏了 这都长牙子了 都挺好的 花盆一定要选排水透气的 花呦 这个老样子 加入老花一的土 别浇水啊 啥也别干 等干了以后再说 现在浇水就糟了 你要光照很好 你松手就行 你要光照很好 通风很好啊 可以浇水 现在呢 它来的时候就比较湿 太湿了 不光是比较了 可以说是太湿了 先晾 就是先这样 我这个棚里面嘛 还OK 如果这花呦 你那里光照很好啊 或者是通风很好啊 你可以浇点水 我这个就暂时不浇 两三天之后再浇水 浇水的时候呢 再放一点杀菌药 再给它提供一些个 生根液之类的营养 让它去长就OK了 别的没啥 往一边一放 没毛病 就是心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把植物的一个月 当成你的一天 就这简单了 觉得不错 就点关注 这位花呦的花呢 养上各把月 又可以往回去了 我是老花一 养上最长一 白了吃花 喂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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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